這個氣氛真的讓你太激動了 我覺得氛圍讓我很激動 因為每一年的今天是 很多在電影界裡面的創作者 可以集聚一場的時候 所以今天踏入這個殿堂的時候 心裡是相當激動 然後自己準備的感想都忘記了 都忘記了 所以剛剛整個就當掉了 拍這個電影對你來講 最辛苦的或是最困難的一場戲 或是哪一段是讓你印象特別深刻的 我覺得是在會館那一場 因為會館那一場場 場面雕度很大 我們要攝影機有它一定要的畫面在 那我們所有工作人員都要在那幾分鐘內 先乾淨的進去 再全身都是寫的出來 然後那一場又下著雨 然後大家的時間其實蠻短的 然後大家都很趕 然後 非常 心裡跟生理都非常疲憊 對 然後導演雖然很折磨我們 但是 但是真的也因為這次的經驗之後 有覺得自己更堅強 對 其實前期跟導演一起討論很多次 那 我剛開始拿到劇本的時候 我其實 我發了很多閒思去思考劇本 在說什麼故事 就是內容在說什麼 然後也跟表演老師一起討論很久 可是那個時候 一直沒辦法理解 我大概讀了 七次就是整本劇都 我都還是有點 魯煞煞 對 然後直到 我跟詹導見面的時候 他問了我幾個問題 然後 問我跟小虎有關的 然後都是跟 他對這個世界 他對這個生活 他對現在 你所處在的地方 他的感受是什麼 要我試著去想想看 我就 去摸摸大自然的泥土 然後摸草 然後在別人田裡面跑 對 然後 就感受看看 如果我今天放下手機 放下交通工具 放下你 你所接受到的資訊 的話 我可以多麼的感受到 大自然給我的 給我的東西 這樣子 對 然後 電影製作上映的 大家記得要去看一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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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